有一位五岁的弟弟在幼儿园里面玩水 疑似被两个女老师带到厕所 用牙签跟铅笔来刺屁股处罚 针对家长的指控 原方否认老师有施暴 还反控是家长冲入幼儿园里面呛吓 跟老师说要老师下地狱 老师扬言要告家长公然侮辱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幼儿园近百位小朋友正集合 准备做孕绿操 女老师在前方发号失令 突然后方来了一名学生家长 把他手中的麦克风给抢下来 家长怒气冲冲 因为就在月初 他准备帮五岁的儿子包尿布时 发现他的屁股红红的 本来以为是没擦干净 但追问下男童说是老师擦的 男童说因为他在玩水 良名女老师就拿出牙签和铅笔处罚 在4月11号的帮女退飞的时候 他已经是说到说 直接用牙签 铅笔 原子笔 还有榔头 然后指控老师也增加 指控老师增加了吗 对 指控老师已经增加到五个人了 包含我们有一个老师去受训的 那个礼拜 整个礼拜都不在学校里 他也被他指控了 原谤调查五名老师和多名幼童 都否认老师施虐 但家长已经不愿意再让小孩就读 原谤也退还一万四千多元的学费 老师也将其靠家长公然侮辱 双方将由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 记得陈广瑞夜影台中先放报道 感谢观看